欢迎收看汉田新闻 我是子彤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弗吉尼亚州一对夫妇 周一6月14日承认 1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非法示威 这项轻罪 最多可判处6个月的监禁 这项认罪协议 可能为数百起其他案件 树立一个基准 来自弗尼亚州 布里斯托的杰西卡巴斯尔 和乔舒亚巴斯尔 是最先一对轻罪指控 与检方达成此类控辩协议的人 一份法庭文件写示 他们在法庭听证期间承认 他们违反了一项禁止 未经适当授权 在国会大厦内游行 示威或进行纠察的联邦法律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地区 法院法官托马斯霍根 主持了周一的认罪与否的听证 他将在晚些时候 对巴斯尔夫妇做出量判决 巴斯尔夫妇同意 每人支付500美元的赔偿金 他们的判决可能会成为数百名 在1月6日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发起的骚乱中 也面临轻罪指控被告的先例 轻罪比煽动者面临的重罪要情 超过450人被指控参与了冲击国会大厦事件 在攻击事件发生前 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错误的声称 他的选举失败是舞弊的结果 随后的暴力事件导致5人死亡 在针对冲击国会大厦案件展开大规模调查中 巴斯尔夫妇是第三位和第四位认罪的被告 第一个认罪发生在今年的4月 当时右翼的誓言守护者组织的创始成员 琼·谢福对两项重罪指控认罪 即妨碍2020年大选的认证 以及冲进一栋受限制的建筑 检察官建议对谢福判处三年半到四年半的监禁 但他的量刑判决最终将由首都华盛顿的一名法官裁定 6月2日 一名佛罗里达男子成为第二个在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中认罪的人 保罗·阿拉德·霍奇金斯对妨碍一次官方程序的一项重罪认罪 一名法官表示 联邦量刑指南要求霍奇金斯被判处15到21个月的监禁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2近期的报告显示 全美房市在2021年首个季度房价飙升速度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买房的消费热情 房市一场火爆仅在加州 根据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CAR最新报告指出 今年5月和6月的房屋成交量可能会呈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虽然一些迹象表明房屋销量总体水平正在从去年年底开始下滑 但CAR预测今年的房屋成交量至少增长10% 有经纪公司代表表示 目前市场上对于购房的狂热势头从去年一直蔓延至今 就上个月而言变得非常疯狂 现在房子一上市平均8天就可以收到报告 还不止一个报价 有时候是25个或者50个 一次我们的一位经纪人告诉我 一栋房屋他就收到了75个报价 所以无法解释这种仿常的情况 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他介绍以往某些时候一栋房屋上市后 在一个月内能得到一个报价就算幸运的了 所以你看到出其中的差别这是不正常的 迟早是要改变的 你要知道价格不可能永远上涨 必须在某个跌点停下来 根据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报告 截至4月份 加州房屋成交量增加了26.2% 4月成交量超过了45.8万斗 但活跃上市的房源却跌至15年来的最低点 市场供应量的短缺导致了买房抢房源的原因之一 这是公众所受之的 另一方面专家说 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居家远程工作 对房子的需求增加 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向市场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加上美联储降息等原因 加剧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 买家也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他们想透过购买房地产 对冲通货膨胀的影响 除此之外 房屋建筑的总材料成本飙升 建筑商表示预计新开发房源的价格会更高 这也促使消费者急于购买而收房 至于一些民众选择此时卖房的原因 有关人员介绍说 各种因素都有 有些人是因为居家工作加上利率极低 想要换一个更大更舒适的房子 在过去超过100万美元的房子很难卖出去 但现在100到200万美元之间是热门类别 还有一些人因为他们要离开加州 搬到一个房子更便宜 税更低的州去生活 至于这一局面会持续多久 专家称当经济恢复时 美联储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高利率 使经济不会过热 当提高利率时 人们能够承担买房的能力将下降 因此需求也会下降 他认为未来三个月是关键 当经济全面开放 美联储调息 银行终止暂缓缴贷款的计划后 整个火爆的现象就会下降 由于COVID-19疫情所带来的未知变化 专家期待 当经济全开后 整个市场恢复正常 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消息 南加地区本周部分地区将迎来三位数的高温天气 徘徊在美西南地区的一股高气压 但从周一开始就带来了高温天气 并且本周越近周末气温越高 气象局说周二到周四将是最热的 大部分山区和低海拔山区的最高气温将在100到110度之间 最低湿度在5%到15%之间 领阳谷高温可能达到113度 内陆帝国的圣贝纳迪诺县和河滨县已经发布了周一到周六晚上9点的高温警报 洛杉矶县城县和文图拉县都发布了从周二上午10点到周五晚上9点的高温警报 这波热浪正值南加多地处于极端极度干旱的情况 洛县消防局的官员说 干旱导致灌木特别干燥 热浪风一点火花就可以引发大火 官员建议高风险地区的居民在家周围流出隔火带 并准备好疏散包 在热浪持续期间所有消防人员将处于高戒备状态 同时还安排了额外人员待命 上周末工作人员忙于应对几场火灾 其中包括从河滨县圣罗沙山脉开始的Flats大火 截止周一上午大火蔓延了400英亩 摧毁了两栋房屋 根据加州消防局的更新消息 目前控火30% 官员建议居民在高温时段限制户外活动多喝水 不要将儿童或宠物留在热车内 并经常查看老年人的情况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将幼儿和宠物留在无人照管的车中 高温天气更是如此 因为几秒钟内热的车温就可以达到致命的程度 高温天气将带来的用电高峰 加州电网运营商California ISO呼吁公众节电 其公告说目前还无法确定热浪对电网的影响 不过未来一周在必要时将采取轮流停电的措施 但会提前通知公众 去年夏天八月的热浪迫使加州电力公司轮流停电 导致40万户家庭和企业在用电高峰时段被断电而这五条时 加州ISO警告 加州的美国大部分地区今夏都有电力短缺的风险 因为加州越来越依赖风力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 今年二月由于气温极端寒冷 德州的天然气管道和风力轮窝发电机被冻住 导致百万人断电 目前整个美西地区电价已经飙升至二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上周五亚利桑那州帕洛福德电力公司交易价格上涨至 每兆瓦151美元 南加州SP15的电力交易价格上涨至95美元一兆瓦 以上是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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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